上禮拜其实在很多台都在讨论 台湾军工产业要起飞了 确实也反映在股价上面 可有非常多小粉红 或是非常多 不管是蓝银支持者或怎样 就唱衰嘛 台湾不可能啊 台湾不可能啊 自嗨啦 你们这些名嘴 在自嗨啦 下来了 捷克早上中科学下单 最新的独家 他不是下单 我们的无人机啊 有意购买熊山飞弹啊 这一个 第二个 挪威主权基金也来台湾 就是买台湾的股票 买什么台湾股票呢 他就买台湾的汉翔跟权迅 全是军工股啊 以为他们都看好台湾的制造能力嘛 而且谁还漏了一家 你知道在前几年的时候 土耳其 他不是就永远在左右摇摆吗 然后永远在从中取利吗 土耳其呢 先要买美国的艾山 然后呢 后面中国就去杀架 又要中国的红旗 然后又要美国的艾山 中间转弹转去 最后呢 他说我们真的需要飞弹 你知道最后美国给他什么建议吗 土耳其国防部组团 参观我们的中科院 天宫飞弹 所以其实全世界的航家 都知道台湾是有这个能力 但是没有人把它整合起来 没有下进决心 现在想实话 我们生产线是在扩舟 但是如果你的真的 像捷克2015年 那次义务社之后 他们就看上了 然后现在这么多的时候 就加上一些航空展都看上了 现在如果有订单 如果有资金 你知道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吗 市场化了 市场化了 那就代表着量产的能力增加了 量产的用因增加了 那台湾本来就是工具机大国 台湾本来就是自动化大国 亲密加工大国 那接下来呢 无人工厂 制造雄风飞弹 都会再加以出现 然后这里面的差别在呢 其实台湾的人力强到哪三个程度 刚刚讲的新改型的飞弹 它呢 形状改了 为什么形状改了 加了立中效果 因为形状就可能开始 再加了立中效果嘛 所以你只要去追它已经很难了 重量变小了 那是用了复合材料嘛 设成变远了 是因为我们的云母飞弹自己改良 自己重新装填 固态燃料 学会了技术 而这些技术我们都有 那现在就是只要我们下定决心 当然现在是有个空窗期 这个空窗期就是 如果在这几年之内 我们的生产线没扩张 我们的整个量还不够 但是再撑到2027 如果我们真的下定决心的话 有挪威主权基金 那没有其他国家主权基金嘛 然后各国里面不会觉得说 有这状况吗 那捷克因为跟我们感同身受嘛 当年的时候 他们因为被张伯伦卖了嘛 现在看到台湾被马克服卖了嘛 所以他们一定也会很关心台湾嘛 那只有捷克吗 立陶宛呢 爱沙里亚呢 芬兰呢 全世界会讲说 台湾我们需要你 所以现在有个情况变成是 世界有事 台湾有事 以后他们都会来买我们的飞弹 那我们真的到那一步的话 真的其实我们就可以保卫自己 当然关键还是 怎么在物理看花看得很精准 突破他们的那个 冒黑烟 那才是我们最大的考验 好 非常谢谢川小哥 所以说大家台湾人 不要妄自菲薄 我觉得 我常常觉得说 对于台湾最没信心的人 就是台湾人 所以其实我们一路讲下来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打中国的三冬舰 美国可以帮忙 台湾也打得到 台湾的军工产业 绝对是有发展的可能的 所有 包含挪威的主权基金 包含捷克 甚至包含波兰 都来找台湾寻求合作 这是台湾的未来 美军其实早就有杀三冬号了 这个太多 美军是全世界最会做航母战争的国家 二战时候就跟日本打 在太平洋上打航母战争 后来日本挂 跟苏联打 后来自己在做准备 那台湾呢 台湾也有努力嘛 我们无人的鱼类 什么生产丹药 可是你说这都是毛毛鱼 这都是前菜 真正可怕的事情是 台制航母杀手 中共航母杀手在台湾 中科院秘密研发 雄山改良百 他说这东西不是只善谈兵 也不是说什么我们计划 是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连续二十次施射 都施射到目标 二十次而且精准打中 如果从那个算统计几率 叫百分之百的一个命中 我们雄山精准 大家都知道 然后这一次呢 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们台湾在经济上 有护国神山台积电嘛 对 然后现在呢 有护国神弹 就叫做雄山飞弹 那这雄山飞弹 为什么不叫护国神雄呢 会比较好听一点 护国神劲好了 熊丰家族 台湾的国防 熊丰再起 是 这样子想起来 会比较舒服了嘛 好 那这熊丰家族是什么呢 首先先讲 它的功能是什么 老共每次就说 它动不动就要封锁台湾嘛 对 千机腾弓 万箭齐发 结果呢 等到我们雄山家族 全部就位之后呢 到时候呢 你会看到 台湾海峡 东太平洋 我们东边的太平洋上面 巴士海峡那边 有一堆漂浮的把台 为什么是漂浮把台 它的航空母舰 它的动物 太好打了 太好打了 就僵在那边 停在那边 然后就变成 漂浮的一个把台 给你随便炸 这里面呢 它已经 从去年到今年三月 已经试射了二十次 秘密的试射 结果二十次都非常精准 然后它里面呢 有好几个 就是雄风家族的 整个提升 过去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台湾 有没有巡弋飞弹 有啊 那个叫雄身飞弹 把雄二一增成 然后可以出去之后 绕着八字形 转八圈 那个已经具有 巡弋飞弹能力了 那雄山 我们知道 超音速的 打得非常精准嘛 那现在呢 开始给你 远中长城 我通通都是 雄风家族 而且呢 不是只有 从陆地上打出去 不是只有 从舰艇上打出去 从高空中 从飞机上 通通可以 给你炸下去 这个叫做 整个我们的雄风家族 所以雄风家族有三个 一个是所谓的 雄航专案 晋级音速反舰飞弹 射程是2000公里 另外一个是叫做 雄准专案 是超音速 行翼反舰飞弹 射程800公里 另外是这个 叫做雄智专案 它是所改良后的雄山飞弹 它把体积跟重量 缩小 让我们可以装载在 我们的飞机上面 所以变成雄风家族 是这三个 等于是新家族加入 所以这个雄智 就是短的 F16V载着它 然后看到之后 我直接居高临下 就给你打下去 然后呢 我们不是有那个 海风大队吗 海风中队吗 车材星 路上的车材星呢 也是 你只要逼近 100海里 200海里之内 我就把你打下去 然后再过来呢 忠诚的是 叫做雄准 对不对 准是非常灵活的老鹰 它是可以在树林里面穿过树林 所以是雄准飞弹 而且呢 我们过去的雄身 不是超音速 是类似雄翼飞弹 但是现在呢 从雄山起发之后呢 它呢 可以在整个贴海贴地 然后像雄翼飞弹一样的 可以变换方向 你被击中了 你都不知道说 我是从哪边打到的 所以所谓的雄翼指 就是我可以贴地 对 或是贴海飞行 有点那种像是鸟 像雄翼的感觉 所以这东西有射程 虽然没有两千公里远 可是因为它强在它是贴地 对 它强在它贴地的过程中呢 它是主动雷达巡标器 贴地的过程中 就像于将军刚刚讲的 即便到了海洋 海浪起来 我要嘛绕过海浪 要嘛穿过海浪的时候 我的巡标器 也不会受海浪的影响 这东西很可怕耶 对 而且它的航程800公里的意思 不是说它 我直飞800公里 是我转弯又弯 左弯又弯 我总够绕 绕了800公里 所以呢你奇怪了 你明明呢 针对台中港 正在飞的时候呢 然后左右都 看台中港那边都没有飞弹 结果你屁股就被中了 是 是因为它可能 从高雄那边打出来的 是 这个叫做中程的飞弹 再过来呢 这个更厉害的是什么 直接给你当头棒喝 哦 这个就叫做雄航飞弹 进几因素 进几因素就是 几因素是5到8倍因素 所以它是接近5倍因素 然后这几因素的飞弹是什么 就算你看到了 你现在的雷达 你就算发现到了 你来得及吗 你一个航空母舰 快要转弯 从你头上 几因素的直接打下来 你只有30秒 30秒一艘船舰 是走不掉的 是 然后如果它有寻标记 就直接把你的头上 这个叫当头棒喝 啼呼灌顶 直接灌下去 打穿 打穿 然后呢 测试的结果是什么 它是在平流程和对流程 这个高空是非常稳定 然后这是超音速的在寻翼 然后寻翼 看到你李政靠看了就讨厌 直接对着你的头顶之后 瞬间加速 直接的一冲刺 极超音速的速度 你就算雷达知道它打下来 你来不及逃掉 然后当然呢 因为我们的飞弹都比较小型 不是那个MK48 那种重型的鱼雷 弹头也比较小 所以它不会把你那艘船给打成 但是我打中你的弹药库啊 失去作战能力 我打中你的舰桥啊 然后我打中你的飞机起飞跑道 前面的控制的那个发射 控制塔啊 你就变成海上漂浮的把台 然后这是我们所做的状况 而且呢 它里面的差别在哪里 因为美国呢 就是你中国一直欺负台湾嘛 那美国以前呢 限制台湾这个 限制台湾那个 就前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不行了 美国呢 解锁台湾19项 飞弹红区装置 这红区装置是什么呢 就是雷射陀螺仪 所以你非常的精准啊 那个里面的一个战略导航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有资讯通联 所以呢 它现在打出去之后 我们在这个里面 飞射了之后 不是说它出去之后 我们开始有一些卫星 有一些船舰 那些的资料链 C4SR 通通可以集中到那边去 所以打得精准 然后它就有点 因为你指引死很多船舰 它会有反辐射的一个状况 它用电子破了干扰 它们呢 快速的晶片 晶片晶片 最重要 它快速的运算 把你给滤破掉 我不受你的干扰 所以精准的打进去 然后推进的系统 也加强了 然后当然 只有一件事情 是我们现在雄风家族 最麻烦的 那可能会打不到 三冬建和福建的 是 如果它都冒黑烟的话 就看不到了 物理系隐形 物理系隐形 只有那件事情 显然我们雄风还要家族 那这里面呢 关键就在于说 就是因为我们解了这些状况 那最后呢 后面就是放到IDF上 那其实大家觉得这很难吗 一点都不难 因为我们所有的飞弹家族呢 都是从天见起来的 那天见本来就是放在飞机上的嘛 所以只要你做出来 只要有能力 台湾的飞弹的能力 就会蒸蒸日上 让我们的动力 来自于习近平 来自于解放军 而且呢 全世界都发现说 原来台湾 不是只有制造业强 对